我們要在架鼓架之前要先做一個藍圖 這個藍圖我們是直接用point 這個helper直接去做的 所以一開始先把它設為box 這個大小的話可能自己去做個決定 像這邊預設只是20 可以用20 然後一樣把這個方塊 就是用滑鼠右鍵的方式 讓它回到初始位置 這個我看一下這個是 這怎麼看起來像剛剛的 scooterroot 這個都是剛剛的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應該要看的是到 應該是從這裡開始才對 把這個方塊設大概小一點 有cross跟box 就是有十字跟方塊 那是wireframe overwrite 這邊呢一樣先規定 規定以後呢我們再來就是呢 先拉到這個pelvis的位置 就是整個骨架呢 永遠就是在最上層級的都是骨盆 所以我這邊呢 先把它拉到pelvis的位置 就骨盆 先從創造面板helper選helper point OK Front 先叫一個出來 再來修改它的大小尺寸為5 OK 再來呢 右鍵 切到移動工具 W-E-R-T OK 右鍵 OK 右鍵 OK 好 從正式圖裡面呢 現在稍微移動它 移到pelvis 大概這個位置 OK 當然其實這個好像也可以弄更小 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剛剛在匯錄的時候 尺寸有點做得不太對 所以它有點太大了一點 所以size可以降到差不多2吧 OK 嗯 2好像比較好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是從 呃 這個是left view 把它拉到稍微前面一點的地方 這邊是left 快速鍵l 嗯 那位置本來就還在有點前面的位置 所以這應該是 嗯 OK的 再下一個 下一個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用 拷貝的方式去複製 第一個 嗯 這邊shift drag 我到底是複製了幾個啊 我看 嗯 OK 有一個是在 底部 這個是 有點像 長尾巴的地方 但 嗯 這根關節後面的功能 我們在講啊 就只是說你這邊先複製這個出來 然後上面也複製一個 這裡要複製一個 這裡要複製一個 那這邊大概是 脊椎開始的位置喔 所以我們可能會叫 命名為spine spine之類的 然後這邊複製一個 這邊一個 好 先複製三個好了 切到front OK shift 複製一個 摄copy 然後這邊呢 再把這個也是shift 按著不放 再複製一個 copy OK 這邊再複製一個 虛幅按摩不放拖拉 差不多是這個位置吧 OK copy 再來是頂部 頂部的話在 呃 這個地方大概幾乎是 呃 頭頂的位置喔 那這邊虛幅按摩不放拖拉 複製出來 OK copy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往 呃 右側呢 複製大概 三個 欸 現在好像是休息時間 是不是 對喔 那 好吧 那先休息吧 好吧 那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再試看